今天要分享一道 我们家乔夫非常喜欢的家常菜 酸汤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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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切片 稍微凉了一下 大约2.5克 2.5克左右 240毫升 其实没关系 多少少一点 放到锅里 加少量的水 把它煮烂煮到化 开中火就可以 这就是酸汤的来源 现在准备一下五花肉 我们家乔夫是五花肉控 所以首选五花肉 你可以选其他部位的瘦肉 最方便的还是这种炭火锅的五花肉片 如果你想要自己切的话 建议把肉冷冻过之后再来切 就可以切出很薄的片 肉片切成这么长的段 用盐 白胡椒 米酒 酱油 调味 这样的调味出来以后的五花肉非常的好吃 尤其是里面的酱油很出味道 给它抓匀 好 放一边备用 现在准备一下放到酸汤里面的配料 姜末 泡菜或者酸菜 任意的中式的西式的都可以 就需要有一点酸菜的味道 我这个泡菜是洋姜泡菜 有泡椒的话最好放一点 没有泡椒就用新鲜的辣椒 泡椒和酸菜都会让酸汤的味道更加丰富有变化 没有的话可以用那些酸黄瓜 就类似的都可以 现在回到番茄这边 已经煮到化了 现在把它过滤出来 注意有的自然成熟的番茄 汤的浓度会比较高 有时候酸味也比较浓 尽量挤干 刮干净 这底下要刮干净不要浪费 这底下有很多 番茄的渣如果你要可以另做它用 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个汤料 番茄的品种大小成熟度都会影响这个酸汤的味道 所以这道菜这个时候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食用调味料 首先我要稀释一下这个汤 往里面加一些水或者青鸡汤 这个汤的多少也是根据肉片的多少来定 喜欢汤水多的多加点水 喜欢浓稠的少加点水 水量确定以后我们来调味 把刚才准备的配料先放进去 如果这个番茄的汤很浓或者很酸 你的水量要增加 然后加盐增加咸度 喜欢酸甜味道的这时候可以加一些糖 喜欢酸辣味道的可以加一些泡椒 辣椒 辣椒 辣椒油 辣椒粉之类的 尝一下味道 主要是从酸甜酸辣平衡 或者咸度这方面去考虑 后面肉片加进去味道会更好 现在开始下肉片了 在下肉片之前 我们往肉片里加一些生粉或者素粉之类的 薄薄地裹一层 这里的粉不能太厚 太厚煮出来都糊了 如果你希望煮出来的肉片一片一片很漂亮 可能就这个时候要把肉片展开一下 先放平每一片 一会我们一片一片扔下去 肉片就不会糊成一团 现在我们把这个汤烧开 保持中火就可以了 把肉片一片一片的放下去 动作稍微快一点 能撑开的尽量撑开 火力不要太大就行了 咱们就来得紧 肉片都下完了 我们现在给它火开大一点 让它快一点 这时候就不要动它 因为它还没有热起来的时候 冻一下这个粉就糊到锅里去了 就让它自然的开 热上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动 一动一动的大开 肉片卷起来的时候 就差不多熟了 大约只要烧开之后十几秒就够了 所有的肉片要断生 好 撒上葱花 出锅 出锅 实在太优人了 同样的做法 可以拿来做鱼片 还有鱼片在腌的时候不要放酱油 可以放一点鱼露 味道会非常的好 那么鱼片下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要尽量切薄片 然后一下去一趟就得起来 这个汤尤其是和秋冬季节 来 乔夫赶快这个米粉 撸袖子上再炒 哇 太妖人了 闻到这个味道就不得了 这个肉片非常嫩滑 好吃的很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西红柿的酸很自然 接触度太高了 用这个汤泡饭我喜爱死了 就是挂了那个粉了以后 这个汤会做自然就不用勾芡了 不用了 这已经刚刚好了 这个汤很漂亮 我今天这盏饭 会一直这样吃下去都吃不饱 但是我是觉得姜蒜这一类的东西是要放一些的 葱啊什么的 它会提那个味道 如果小朋友吃你可以往这个酸甜方面去走 就是西红柿加上糖的那个方面去走 辛辣少一点 那我们大人吃其实我喜欢酸辣的那个感觉 酸爽的那个感觉 所以好吧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下在我们冬天的时候 我们下期再见 我四季都想吃它 结束了还想吃 我一点就一起吃 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就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